现在我们看到在我手上拿的这个是患者分子应用微型摄像机 窃取我们客户的密码 现在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它是怎样安装的 这边有个弹簧 然后把弹簧往这边压 同时往上卡 卡了以后就让大家看不出来这是一个增加了一块东西 同时它这个地方是摄像孔 这是摄像孔 然后它亏欠我们的密码 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犯罪分子利用和我们的银行的这个读卡器的压设口相同的 但是放大了以后的一种读卡器 这地方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地方就是它的那个刺卡 读卡器的刺卡 然后它把这个插上我们的压设口 插进去 等到我们的客户到这个柜员机上去取款的时候 插卡的时候 他就把我们客户的这个资料就读写下来 同时客户在输密码的时候就通过这个摄像孔 把客户输密码的就偷拍了 然后窃取完了以后 他来取的时候 犯罪分子很狡猾 他在取的时候 他是这样子取 他自己看没人了以后 拿一张卡 然后插进来的同时 把这个读卡器拔下来 拔下来放着 放着再观察一下 如果没有人 然后他把这个 就取下来 然后一拿就走了 大家还可以看一下 这就是犯罪分子制作的假卡 但是他就能写词 能够给犯罪分子提供 他们的这个 把客户的资料写的这个